近日网报豫章书院体罚学生仪式引起关注 11月2号下午 该校发布消息称 学校已申请停办 待政府部门批准后 对在校生逐步分流 此前媒体报道 学生邹远讲述自己在豫章书院遭受体罚囚禁仪式引发网上关注 除了邹远 不少该校学生也表示受过虐待 10月30号 江西省青山湖区官方微博发布调查结果 证实豫章书院确有罚战 打戒指 打竹戒鞭等行为和相关制度 据悉江西豫章书院由南昌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批准成立了 南昌豫章书院研究会 在习官网上写着 面向全国常见招收 沉迷网络游戏 厌学辍学 暴力倾向 心理偏差等 家长和传统学校难以教育和引导的一般不良行为青少年 但目前该网页已经打不开 10月30号 开校曾经的两位学生向心惊爆讲述了他们的遭遇 戒齿和龙鞭是我对这个书院最深的回忆了 书院里的戒齿是大号的钢尺 即便是力气小的老师来打也会很痛 据萱萱介绍 鞭子是钢筋做的 细细的比较弱 外面看上去有一层玻璃 一不小心就会被打到腰部 萱萱还曾被关进过小黑屋 令她难看的是 为了防止学生自残等意外情况发生 女生要当着老师们的面脱掉内衣 珊珊也向心惊爆讲述 她关在小黑屋期间甚至吞过牙膏 新京报 洞新闻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